有個脾氣很霸燥很莽撞的 18歲的少年 發生了非常嚴重的車禍 昏迷了半個月之後 醒來第一句話就是 爸爸 我好愛你 而且整個性格完全都不一樣 不再莽撞了 甚至爸爸說 他怎麼突然間變得這麼乖巧 又可愛 那組織的這些醫師 說他首飾之後 其實是有輕微的認知退化 行走還沒有完全恢復 但是現在還在釐清 為什麼這個年輕人會性情大變 那對家人來講說 人有救回來 然後又變乖 當然是好事一樁 2007年的時候 就曾經有一對夫妻 他一樣先生鬼門關 也是發生車禍 鬼門關走了一回回來之後 他本來脾氣也很暴躁 暴躁的科技人 結果後來整個轉性 脾氣變得好 變成是一個超級完美的先生 所以看到這邊 可能有些人想說 如果我先生小孩 不好對待的時候 是不是 怎麼樣 然後包括2015年的時候 有個新聞說有這個車禍 個性大變 有一個乖乖人變成盜賊 顛倒過來 變成本來很乖的 變成會去偷東西 那有2016年有這個新聞說 有一個人有八個靈魂 共享他的身體 那有專家說 如果大腦受損變成另外一個人 事實上其實是把自己做出來 這變成是真實的自我 請教我看 在臨床上有很多的案子 那說法都不一 但是剛要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腦部如果受創的話 他會造成認知的一個差異 所以有時候他會改變他的性格 那也有講說可能是那個脂肪 對那個腦方面造成一些酸塞 所以造成影響 不是一定會變怎樣 所以別想說我們這個小孩做壞的 你把他弄一個頭 沒有這種事千萬不要 因為大腦受傷是很危險的 所以還是要平安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幫你插播一個最新的消息 我們剛剛討論到 仲燦的這個子弟兵張兆蓮 在最新的消息 他已經被收押了 不知道這個師徒兩個人 會不會在桃園監獄裡面 不知道會不會住在同一個房間 這個到時候 我們最後會有一個 最新的完整報導 講到這種友情 情誼 看到這個畫面 真的是讓人家很感動 朋友要去比賽 但是有看到一個特別白的 其他都塗得很黑 他為什麼 他完全沒有肌肉 為什麼去參加這些建立比賽 因為他的朋友會緊張 沒有人陪 他會害怕 他為了朋友兩肋插刀 全身沒有肌肉也照辦 讓他也沒塗黑 所以變得格外的搶眼 他自己也講說 因為大家都很厲害 他唯一勝過他們的就是 滿滿溢出來的自信 我有自信 別人沒有 即使這些動作我不會擺 因為大家要把這些肌肉線條 要擺出來 但是沒有嘛 怎麼擺都擺不出來 所以他的動作就很詭異 但因為他一身白 所以他就顯得非常的突出 其實他學什麼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喔